民国96年9月4号 当年桃园中立富华街九项一处住宅大楼 门口前的水沟逐渐下陷 与地面出现十多公分的落差 造成大楼社区地下室出现裂缝 只要一下大雨就会淹水 因此当年社区民众纷纷向立法委员陈琴 以求获得改善 当年接获民众陈琴的立委也前往现场会刊 并发现由于社区前最后一段排水系统 在当时尚未完成土地征收作业 导致排放的废水没有宣泄的出口 经过长时间侵蚀后逃空地基 进而发生排水沟下陷并与大楼分离 有鉴于此 当年立委也协调中立市公所住户和建商打成协议 先由中立市公所进行排水沟的改善工程 而地下室的漏水问题则由建商和住户共同来承担 至于排水系统最后一段未征收的土地 当年立委建议由住户集资购买土地 来解决排水沟长期排水不良的问题 记得综合报道